这是背对背贴吗 孔对孔贴 孔对孔 然后呢反面朝上 这样你看就好了 像这样子 先把底座先固定好 固定好的周围我们这会贴花瓣 提起来一片花瓣 这会等会这样子来贴上去 你看打三条胶啊 你看第一片花瓣 我们像这样子你看粘过来 中间位置先固定好哈 那固定好周围这会用两个手来 你看 好 缺焦的地方我们补点焦 像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是第一片哈 怎么第一层的第一片像我这样包上去 包好之后呢 底下一定要记得用打火机烤一下 让它更服贴 这个就是我们贴一片 记得用打火机来烤一烤啊 好这样就可以了你看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的第一片像我这样贴好 好那贴好中来第二第二层哈第二片 好面对面的来包啊 面对面的去包我记得哈 好我这个杆太长了 我把它剪短一点 你们找一个临时花杆 找个短一点的哈 我这剪短一点 只要能拿到手上就好了 不要弄得太长了哈 好这样来包第二个 左边的粉色玫瑰是用一个颜色做的嘛 左边那个粉色这个你说是个是不是 这个的话是两个颜色哈 不是一个颜色 花心用的是 花心用的是的浅粉色 然后呢那个花瓣用的是樱花粉 用的是两个颜色做的哈 你觉得我旁边那个粉好看 你们就做那个粉色 那个粉色是两个颜色做的哈 你看你更喜欢哪一个我们果子 你要是喜欢渐变哈 喜欢我们前面这两朵是渐变 这个是橙色配香槟 这个是浅粉配樱花粉 那后面那个黄啊粉啊 黄啊紫色啊 还有那个香槟色 这些颜色就是纯色哈 一个颜色做的 等下你拍完了就跟我讲 到这我给你弹了个酒精灯 给你们弹平都行哈 花瓣上还有纹路 花瓣上面有纹路 对花瓣上面一定要有纹路哈 咱们做玫瑰就是有纹路嘛 有纹路有外翻 它做出来更仿真一些哈 你看我们先把底座先固定好哈 太真实了 是不是看起来很仿真的哈 你还没还没看到那个黄色 你看那个黄玫瑰更好看 我给你们看哈 这个黄的你看这个我们就是订单最多的 你看这个黄色 你们看到美不美 咱们丝带能做出这种感觉 你看 能做出跟真花的质感一样的哈 你看这个黄色多美 这个黄色我们咱们订单有好多 所以你们买丝带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黄色拍上去 很好看啊 这是黄玫瑰哈 14.6丝带可以买多少 这个做这个花 14.6是一卷 我们红美人知道吗 14.6是一卷丝带 一卷丝带的话 可以做十朵左右 做这个花哈 大概做十朵的样子 这个逼真的花杆上面只有两片叶子吗 对两片叶子就可以了 两片叶子就行了 你要放多少片叶子 这个花你知道是放这个普通叶子 也是放两片哈 放两片叶子就行了 不要放太多叶子哈 放两片叶子就可以了 到时候你们插花瓶的时候 它又会插几朵嘛 你不可能是插一朵 插一个花瓶嘛 那随便插个几朵的话 就有好多叶子了 所以咱们不要去浪费哈 叶子呢 就这个两片就够了 一朵花哈 我喜欢香槟色和粉色的 那你就做香槟跟粉色哈 因为每个人眼光不一样 像你们有的家人呢 他喜欢那个渐变 喜欢我们前面这两朵 就是这个这两个颜色 渐变出来觉得漂亮哈 那你就做这两个颜色 像有的家人呢 喜欢纯色 就是喜欢一个颜色 就花心花瓣 咱们就是一个颜色哈 那你就是可以做一个颜色哟 就按照你们的喜好来做哈 咱们这边就是贴花心 花心每一层的间距呢 是0.5的样子哈 花心是大号的嘛 所以大号泡沫球 三号连接的大号泡沫球哈 你们要是这个泡沫球没有的 就是拍泡沫球 拍大号的哈 大号泡沫球你们拍30个 拍20个会送 拍50个哈 拍50个会送20个 你们倒数呢 是70个泡沫球哈 在背面打焦嘛 对反面打焦哈 我就是怕逼真花杆叶子太多 才问的 你还怕太多 我还以为它太少了呢 那两片够了 两片够了哈 要是一片叶子还不好看 一片叶子哈 两片是刚刚合适 我以为你也嫌的太多了呢 两片完全就够了 我以为你也嫌的太少了 两片叶子哈 两片够了 你要是不喜欢那两片 那个是可以拿下来的 我们果子知道吧 那叶子是可以拿下来 你直接拔出来就行了 你要是觉得那个叶子太多 比如说我插很多花哈 一瓶里面插个十来多 觉得那个叶子 两个叶子有点多 那你把它拔下来就行了 那叶子是可以拿的哈 像我这样你看 围起来 这是我们的第二层哈 两个都是这样面对面的去贴嘛 贴个十字形 你要你要是做十朵花的话 你就拍十个杆子就好了 就四号链接 拍十个杆子 他就会送十个花托 拍二十个杆子 他会送二十个花托哈 就看你做十朵还做二十个 你要做二十朵花的话 你就拍二十个杆子 你要做十朵的话 拍十个杆子就够了哈 像这样你看 第一层第二层就像我这样贴好 你看每一层的间距哈 差不多就是0.5的样子哈 那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第三层 第三层咱们把这个米字形哈 给贴上去 咱们底部呢 你看打点胶 先给它固定好哈 做这个话得用甲板胶枪哈 酒精灯 这些东西 这三样东西一定 一个不能少哈 好像这样子 你看我们这个第三层 这个米字形就固定好了 那固定好之后呢 你们这个就知道哪一个 先提哪一片哈 你看两片花瓣 对的是这一片 然后这边你看两片花瓣 对的是这一片 所以说你们第三层 可以先提这一片 也可以先提这一片哈 咱们就挨着顺序来贴 你看打三条胶 这个打胶没有变化呀 从第一片哈 到最后一片全部是这么去打胶的 你看我们先提起来 左边压着哈 好 右边给围起来 咱们一层比一层 扩开一点 你们不要把每一层贴到一堆去了哈 好我们再挨着顺序来 像我们这样子来给转一圈来贴啊 你看左中右打三条胶 像我这样提起来 左边压住 好这边围过来 那围好的之后呢一定要用打火机把底下烤一烤啊 我现在做就是花心咯 它多层玫瑰就是体现到这个花心上面 所以这个花心里面一定要做多一点哈 不是做多一点 就贴出来 感觉像好多层一样那种哈 要把层次贴出来 其实你说它好多层嘛 其实也没多少层 就只有三层 它贴出它有这个效果哈 它这个有很多颜色渐变 它不光是我前面这两个颜色渐变的 你们要是喜欢这两朵哈 这个不光是这两个色变哈 还有好多颜色渐变 等会我会给你们截图 截图配色表的 就是什么色跟什么色去搭 什么色跟什么色去配 拉的有很多颜色搭配哈 你看打三条胶 顶上留一公分不打胶哈 你看像我这样拉起来 左边用手压住哈 右边围过来 你们超过150米的就跟我讲 超过150米200米 我都会给你们送这个花哈 给你们送个几朵 给你们当样品都可以 好的 在这你看围起来 这就是咱们的花心哈 你看围出来就剩好多层一样 好咱们再来最后一个 你看最后一个也像这样围起来 你看拉过来哈 像这样一围就好了 这个花心像我这样就做好 没看到花心是这么贴的吗 没看到花心是怎么贴的哈 没事等会我们下一朵还会再教哈 还会再给你们做 这个话你们最好就是我开播的时候就来学 这是学的你们可以连着去看几朵的哈 我们早上呢是八点半开播 下午的话是两点钟开播哈 好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花心的研究完成了 那做好就是像这样的 你看层层叠叠的好像好多层 你们感觉啊 这样看起来好像好多层一样的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花心哈 咱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像这样的贴出来 那等会做完了一朵花就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做就是一个粉色 你看就是这样的哈 里面的花心你看像这样的就是这种好多层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花心哈 花心做完就是这样的里面 那咱们就来做花瓣 花瓣的话咱们是三层一层两层三层 做三层花瓣哈 好花心我们这会做完这时候呢来做花瓣 大家手边不忙了记得帮主播点播赞哈 你看花瓣咱们也是把五厘米的段带拿出来哈 二号链接五厘米的段带 你们要是缺这个段带可以去拍段带哈 这个段带的话你们是拍三卷 它会送一卷拍五卷呢会送两卷 拍十卷送五卷在我们的二号链接里面哈 咱们一号链接里面是材料包 像你们手上什么都没有去可以去买个材料包哈 它有带工具的有不带工具的 你们要是手上缺一个甲板你们就买套餐7 手上要是手上什么工具都有 你们只是缺材料那你们就买套餐6哈 套餐6跟套餐7都可以哦 一个套餐可以做20多哈 那咱们这边6.8 6.8那减15片出来 段带高面双面段带嘛 我们这个是单面段带 单面段带只要14块钱一卷 14块钱哈 14块钱一卷的话你们可以做 大概差不多10朵花左右啊 好像这样你看五片哈 15片花瓣是一样的 做法全部相同 这个花瓣哈从第一层 它从第一层到最后一层全部是一样的哈 它造型全部是相同的 然后尺寸呢也是一样啊 所以这个花你看就很简单嘛哈 像我这样子你看五片就好了 这样的话买给客户是包装成礼物 还是包装成盆景送花瓶的样子 你要是算了送客人哈 你可以用函数纸去包 就包成花束去送人也可以 然后你要不然就直接用的这种杆子 用这种杆子最好看 用这种杆子的话你就不用去包装 直接像这样去做完就行了 做完之后呢就直接送给客人就可以了哈 用这种杆子才更高级一点 你还带玫瑰花刺就更仿真 就不要用这个普通花杆哈 用这个杆子来 咱们不管是自己家就是放自己家哈 还是送人的 你用那个成品花杆 用成品花杆就更好看一些哈 到处人家收到之后呢就直接放在花瓶里面 就可以了 咱们先对折哈 对折底下二分之一下剪刀 然后咱们沿着锁边线一直走 剪到前面哈 剪到前面剩一厘米的时候就往里拐 好剪刀你看这会儿再斜着剪一个尖角 像这样去剪 前面这里一定要带尖角哈 每一个都像我这样来 这个送人的话很好看 这个我们经常有很多家人 买这个花送人的哈 送人你们就不要用普通花杆了 就用这个成品花杆来 它就更高端更好看一些啊 这个不用刻意的去包装啊 因为咱们这个收到货 人家收到货之后呢也是放在花瓶里面 也是插花瓶哈 像这样你看就好了 你看底下二分之一处下剪刀哈 然后咱们沿着锁边线一直剪 剪到前面剩一厘米呢 就往里拐 像这样子 前面这里记得带个尖角哈 像这样子 你看就好了 接下来15片都这么剪吗 对15片全部是一样的 一个剪法 一个做法哈 造型也都是一样的 不用甲板可以做花瓶 不行 不用甲板没法操作哈 做 不管做玫瑰花还是牡丹花 百分之九十的花都需要用甲板 用甲板哈 这个甲板是必备的哦 我们期待 必须要用甲板哈 没有甲板也没法再塑形 要做要做造型的哈 咱们需要上面你看有这个小波浪啊 底下有小树纹 上面有这个波浪边 连都需要这个甲板去做造型的哈 甲板九金登来啊 所以这个是必备的 小甲板你们要是没有的话 就去拍个小甲板 小甲板17块钱一个呢 那小甲板又不贵啊 十几块钱一个小甲板 是手工甲板哈 不是你们那个 嗯 就是不是你们那种 嗯 波浪甲板哈 也不是那你们家的 夹头发的甲板咯 这是手工甲板 专门做造型用的哈 因为咱们再好看的话 要用甲板去塑形 去做造型哈 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关键 你们只要做这个花 准备三样的工具就好了 酒精灯 然后呢 甲板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胶枪 要是有这三样东西的话 就没有 就不用买别的了哈 而且你们还可以做任何的手工花 你发店里甲板可以做吗 那当然不行了 你发店的甲板 我才我早上再说过 不要用那来做 那会到时候把丝带全部烫坏了 烫个洞了哈 那甲板跟这个甲板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甲板它温度是给控制好的 是很温的 它不会把个甲板烫坏 就专门烫这个丝带什么的 它是不会烫坏的 也不会烫个洞出来 你要是用那个理发店里的甲板 还有就是用那个 我们家里买的那个夹头发甲板 它会把丝带烫个洞出来哈 到时候你们丝带交手这个甲板 你还放上去之后哈 你们这个丝带可能像这样放上去之后 立马给你粘到上面去了 要不然是你拿都拿不出来了哈 所以说不要用那个夹头发那个甲板 那个是错误的 我们有很多家里都是用过的 他们都还说还在找我哈 所以主播为什么我甲板就粘丝带 就粘在一起就拔不出来了那种 要不然就是把个丝带烫个洞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个夹头发的甲板 那个瓦素多大 那瓦的温度又高哈 那肯定是会烫坏的 你看像我们这个手工夹板 你看我放上去 你看放这里 放这么久哈 你看我再拿开 你看是不是 一个孔一个洞都没有哈 你那个夹头发夹板 你就不敢像这样一直这样放在这里哈 那你放一下子 立马就可以烫坏了哈 这样我们再拧几遍 多拿几遍这个树纹哈 这个小树纹呢 你看我们就这 树纹就拉出来 中间这个纹呢 你看中间中心线也把它拉出来了哈 好 咱们这个每个滑坝都像我这样来 我会做酒杯玫瑰 对酒杯也可以啊 酒杯玫瑰也好看 酒杯玫瑰我们前段时间才教过的哈 酒杯玫瑰跟这个玫瑰都不都挺简单的 都不难了哈 你看中间把个树纹你看拉出来 一根是一根的哈 这就是咱们这个手工夹板的神奇之处哈 你要是用那个夹头发夹板 别说这个纹路拉不出来 到时候把那个死 夹板都烫坏了 烫烂了哈 到时候你们夹头发都不能夹了 眼线我这样折过来 对折过来哈 然后再来 眼睛两侧 眼睛把个树纹拉出来 好这样就好了 眼睛树纹拉好了之后 咱们这会前面这里摊外翻 眼睛这个甲板是关键位置 你看这会起到一个作用哈 眼睛外翻一定要翻一翻 那玫瑰花的话 它有这个边边哈 有个小外翻 咱们要把它翻出来 眼睛用甲板多烫一烫哈 好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上面一个这个外翻 这个边边像这样翻出来就好了 咱们这个15片花板 都像我这样来哈 正面对折 反面像这样折过来哈 你看你们不管这个夹板哈 你们夹的这个纹路也罢 推波浪也罢 还是等会打胶贴花瓣 都是在反面操作哈 这样你们就知道正反面了 就不用就老是把正反面分不清哈 正反面呢 你们就是不管是操作哪一面 就是不管是夹这个外翻 还是夹纹路 全部你们夹板接触到的位置 全部是反面 好这样你看我们夹这个夹外翻哈 等会咱们打胶贴花瓣的时候呢 也是在反面咱们这个15片花瓣全部像我这样来哈 这个花瓣你们做都没问题 我们这个好多家人我看这个花瓣都很好看哈 做花瓣你们做都没有问题 好咱们再来最后一个 嗯 嗯 雅光面朝外 对雅光面朝上 反面朝下 这个花瓣等会哈 好这样你看我们夹一夹啊 这个外翻呢这会就好了 一定要让它翻的狠一点 这一步比较关键哈 要多翻一翻 像这样就好了 那外翻夹完了之后呢 咱们这会再拿出我们的这个酒精灯来 推波浪哈 咱们这个花瓣这个外翻 就得你看就翻出来这个边边哈 翻好之后呢我们再来酒精灯 你看前面烤一烤推一个波浪边 然后中间烤一烤再推一个波浪边 底下啊 右边再烤一烤推一个波浪边 上面咱们这个花瓣是这个造型啊 左边中间右边 推三个波浪 波浪推完之后呢 底部打一个阵 就完成了这个花瓣哈 这个花瓣你们看到没 就像我这样去做 好就这样你看就好了 就是我们的一片花瓣 做成像我这个造型就可以了 等会我们就直接贴了哈 咱们15片花瓣是一样的哈 只有最后一层那个花瓣 那时候你们这也不要推波浪就好了 咱们这15片花瓣嘛 分三层 一层花瓣是五片嘛哈 你看就好了 这片花瓣又好了 我们在15片里一起来啊 你看左中右推三个波浪 推完之后呢 底下打一个折 小甲板 除 我小黄车里面给你们放的油哈 你成品花在几号链接 这个成品花 我们成品花要给我提前 要跟我预定 我们拦解 这个不是你们自己去拍的 这个是你要你要跟我讲 要跟主播在直播间预定哈 你要是有时间有自己有时间做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自己做 我们拦解 你要是自己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操作用 你们超过150米的呢 你这个尾也会给你们送的 给你们送这个花的哈 要是你们没有时间做的话 你们就给我定成品 像我们早上很多家人一样 给我定成品也行哈 定成品就是要提前跟我讲 你们定的是什么颜色 咱们好提前给你们做 先定的我们就先做 后定的我们就后做哈 哪个是正面 正面我给你看这个花瓣 这个是我们做好这个花瓣 等会我们贴的时候 从这里打胶 打胶打反面 咱们夹这个纹路呢 你这个树纹 你看夹的也是反面 上面这个推波浪边 推的也是反面 这个是正面 看到没 微风细雨看到没 这个是正面哈 就是有光 你看这面正面 它是金光闪闪的嘛 有光哈 你看这个反面咱们就是没有光 看到没 就看得出来哈 正反面你们收到货中 一看就知道哈 有光的朝下 没有光的朝上 就这样子哈 这个正反面一眼就看得出来哈 一朵多少米 20块钱一朵 我们自己的粉丝是20块钱一朵 不是自己的粉丝呢 就是30块钱一朵哈 我们商场直播交的时候 也是这个价格用 像这样你看就好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花心哈 花心做完之后 我们这会开始来添花瓣 花瓣拿起来哈 你们要自己做的话 买材料才几十块钱 我们拦解 就看你可以自己做 你要是实在像是自己没有时间做的 像我们很多粉丝他们上班哈 没时间就比较忙 但是又喜欢这个花 那你们就可以给我订成品 那你们就可以给我订成品 好我们这个花瓣记得哈 花瓣要比这个花心呢比它高个 高个0.5的样子哈 稍微高一点 好再来我们第一片贴好 那贴完之后来第二片 咱们第二片呢就是压前面第一半哈 就是一片花瓣一半的位置 咱们把个中心线夹出来 咱们的目的就是天花瓣熟的 咱们找一半位置这个好找 你看这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是一半 这便是一半哈 所以咱们就是重叠一半 你看重叠在这个位置 好我们这边打胶来啊 好我们再打点胶 这个花就是仿真度很高的哈 我们前段时间你们钉那个成品花 钉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黄色 好那个黄色很好看 你们把这个花玫瑰花做会了之后呢 你们做别的玫瑰花就看不上眼了哈 就会觉得这个好看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黄色 我给你们拦截看看 我们拦截看到没有 这个是黄色你看 头段时间咱们就是做这个花的时候 钉这个颜色的最多 我拿到时间天天就往上加班做这个花 就是黄色哈 就这个黄玫瑰 你看黄色 这个光一个花头就这么好看 你看 到时候你们再把叶子花拖 那些什么的一装 就更好看了 好我们再贴地三片 它做出来像沿途花的感觉哈 好像这样 你看我们那个耳带贴地三片 嗯 大红色好看吗 大红色也好看啦 大红色跟那个九红色都可以啊 只是我们这大红色 九红色没有样品了哈 你看我大红色的丝带 还那个九红色的丝带用完了 我上次教你们做这个花的时候 还给你们做大红九红呢 大红九红不管是你们做酒杯玫瑰 还做这个玫瑰哈 那那个是本能就是经典色嘛 红色的玫瑰花 不管你们做什么 什么玫瑰 那个红色都是经典色啊 那它不会不好看啊 玫瑰花红色都是最常见的一个颜色 所以红色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做哈 我们上次有个粉丝买两个材料包 他拍两个材料包 他还做四五十多 这个玫瑰花送人 他就做的是红色哈 他买了几卷丝带全部是红色 所以你们这个花喜欢红色也是可以的哈 也能做 好咱们再把第一片你还拉开 好把这片你还贴上去 好两片花瓣中间哈 像这样来压一半 压一半位置比好了 就那么就开始来打胶 这个花组装需要老装吗 不需要老装 这个不需要做老装 这个适合插花瓶 适合插花瓶啊我们简单 知道不 做这个花你们插花瓶好看啊 你们插那种陶瓷花瓶啊 插那个玻璃花瓶啊都很好看 这个花怎么不是做那种牡丹啊 然后做一些杜绝呢 那些花啊 那个主要是做老装 好 好像我们再把第一片羊围过来就好了 咱们第一层五片花瓣呢一定要贴均匀哈 好这样贴好中的上面你们不要把它立起来这会儿 咱们这样掰开就好了 你看这样一打理它就好了哈 只要把这个五片花瓣把它贴均匀就好 贴完之后我们像这样去整理它 把这个外翻翻一翻就好了 好只要我们把第一层五片花瓣贴均匀就可以了 好这个外翻我再翻一翻 好这样就行 这是咱们的第一层啊第一层五片花瓣 像我这样你看把贴均匀就行 这个五片花瓣12345 那贴好第一层之后呢我们来贴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两片花瓣中间来 每一个都是两片花瓣中间哈 所以你们只要把第一层这个五片花瓣贴均匀 贴好中的那你们贴第二层第三层那就很简单 都是对付哈 就是两片花瓣中间对付哈 羡慕时尚潮流写你的灯牌 大家亮的灯牌加上来记得进下我们的粉丝群 进三群哈 咱们一二群已经满了你们进三群 等会下播之后呢我会把这个花的尺寸 尺寸表哈还有配色表给你们发到群里面去 那我们这会来做第二层 第二层跟第三层是一个道理哈 我这会把这两层花瓣拿出来给你们贴上去 因为第二你们只要第一层花瓣会做 这个第二层第三层做法全部是相同的 我这个是提前做好的 你看我这会给你们贴上去 两片花瓣中间你们把个位置找准 随便你们从哪边开始贴第一片都行 你要低一点哈比第一层稍微矮一点 两位置比准之后呢我们开始打胶 每一层的第一片我们是右边打胶 左边不打胶啊 像你们手上这个丝带也没有啊 叶子花托泡沫球啊 这个都没有啊你们就买材料包 咱们一号链接里面有材料包的哈 材料包里面有带工具的有不带工具的 有带甲板的有带胶枪的 就看你们需不需要这些带工具的 不带工具你就拍不带工具的哈 材料包你们不管买哪个材料包都有教程 主播已申请进粉丝群的通过一下 行你们申请进三群哈进三群 几厘米的丝带这个是五厘米五厘米的丝带啊 我是都有在实际上学实际上跟着我学 文旦定跟着我来学 你们什么材料都有的话就安安心心的 可以跟着我一起学了哈 像有的家人没有材料的他们还要等 你要等个几天材料啊 好我们再来贴这个第三片哈 好贴这个带锅浪的 好两片滑板中间这个位置我们要贴准的哈 滑板为什么要反面朝上按理说亮面朝上更亮丽嘛 因为反面做到上面它会更好看更仿真一点 知道不我们果子 你要是你不信你回家之后你做一个反面哈 做个亮面朝上 然后再做个反面朝上 绝对你自己就会选反面 知道不 它这个不是做酒杯玫瑰它什么花 是哪一面朝上好看 哪一面朝朝上仿真 我们就用的是哪一面 它这个花就是关键要把反面做到上面去才够仿真 它才好看的哈 这个花它不太适合亮面呢 这个花它不太适合亮面呢 到时候你两个花你自己去试一下 一个反面朝外 一个在一个正面朝外 你自己都会选这个反面的哈 好我们这个贴个带波浪的哈 点位置比准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打焦 雅面好看 对那雅光面肯定是好看 你们做过的就知道 做过的时候呢肯定是雅光面朝上好看啊 这个做花之前发明这些花的时候呢 那肯定人家都是给你们做好过的 就是做过多少次才成功的哈 这个花就是雅光面朝上它更逼真一些 就更像真花一点 好这会把这个你看拉开 两片花瓣中间哈 咱们把这个这个这一片贴上去 这个花太小真的了 谢谢我们幸福一家人 这一层是不是比一层要低一点 对一层比一层矮一点 我们淡定一层比一层要低一点哈 不要低太多一层比一层矮个0.5 就是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贴的一样高哈 它真的玫瑰环也是这样子 就是越往下开越往下走 那个花瓣它就是越来越往下走 越来越短一点花瓣哈 好的我们这边最后一片贴完之后呢 把第一片围过来 好低压打点胶 说明我们淡定看明白了 你看出来这个是一层比一层矮哈 就看你们喜欢哪种颜色哈 要是这两个颜色都喜欢 比如像我们前面这几个颜色 你们都挺喜欢的 那你们可以都做哈 这个花它有很多颜色都很好看 像这样你看五片花瓣 我们这块贴完对不对 贴完之后呢用手这样去拉一拉 让它扩开一点 咱们第一层有这个外翻 你们这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 也可以不翻 这个按照你们自己的爱好来哈 想把它翻出来 你们就像这样用手翻一翻 不翻了你们就不用管它 那第二层第三层呢就是有这个外翻 所以这个甲板的重要性呢 一定要用甲板去夹 你看甲板要是不夹出来 它就没有这么漂亮哈 这个外翻 你看像这样你看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第二层 就像我这样就好了 就是第一层第二层 你们看出就好多花瓣 你看里面的花心 就这样的哈 就是我们的第一层第二层 那完了之后我们再做第三层 它旁边就是这样的 你看花瓣哈 这些外卷呢就是外翻都很好看 我们来做最后一层哈 最后一层五片花瓣 我们把它贴上去 你看第二层的话 你看这个是我们第二层 比第一层你看要矮一点 那咱们这块第三层 要比第二层又再矮一点 好你们随便从哪边开始贴 都一样哈都可以 你看两片花瓣中间哈下来一点 一卷段带能做多少朵花 一卷段带做十朵 十朵花左右哈 你们做一卷花 这个花嘛一卷的话 大概就是做十朵的样子 它一卷段带是十四块钱一卷 十四块钱一卷 你看你们就可以做十来朵花 所以说你们自己做的话 多划算呢 自己做的话成本又低 而且这些花都有教程 你们就不用担心学不会哈 这个到时候你们收到材料之后呢 跟着我来直播间做也可以 然后跟着教程去学呢也可以哈 也都是一样 这就是一个大玫瑰哈 它做出来很像黏土画 咱们撕带的能做出这个感觉 能做出这么仿正哈 我们再来贴第三片 你看这个位置要比准了哈 你看两片花瓣中间 来我们这会儿开始打交 香槟色和粉色渐变拍哪几个颜色 香槟色跟那个粉色 你喜欢这两个颜色我们裹的 是不是喜欢这两个 这个你就拍橙色香槟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浅粉 樱花粉 这两个颜色哈 你在二号链接拍点进去 点这个立即购买哈 立即购买 往下滑 它有个拍三送一 找到没 拍三送一那个选项 你就订单留言这四个颜色就好了 等于是你拍三卷的价钱 得到四卷十代 它拍三卷它会送一卷嘛 你就可以订单留言四个颜色哈 你拍五卷它会送两个卷 你可以留言七个颜色 所以这个缎带你们拍的越多 它越划算越便宜哈 那才花到几块钱一卷呢 所以你们买缎带的话 最好是不要单独买一卷 单独买一卷 那个就是十几块钱一卷哈 你们拍的越多它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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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浅粉樱花粉 这个是橙色香槟 就找准这几个颜色哈 你订单留言 要是拍三送一的话 你就订单留言 这几个颜色就好了 你收到货中的就是这几个颜色哈 就咱们二号链接里面 看我果子喜欢这个渐变哈 你们喜欢渐变就做渐变咯 我现在喜欢这个粉色的话是没有渐变的 就是花心跟花瓣做的是一个颜色哈 你们要是喜欢我旁边那个粉呢 喜欢这多哈 那就是花心用的是浅粉色 花瓣用的是樱花粉 它用的是两种颜色做的哈 所以你们就看做一个颜色漂亮的 还是做两个颜色好看哈 泡沫球拍哪个 泡沫球拍三号链接 三号链接那个泡沫球拍大号 大号泡沫球 就咱们三号链接我给谈谈哈 大号泡沫球 你拍拍拍二十个泡沫球呢 拍拍二十个会送十个哈 拍五十个会送二十个那个泡沫球 像你们经常做手工花的话 我叫你们拍二拍五十个哈 拍五十个收到货中呢有七十个 因为这个大号泡沫球用的花太多了 像做一些牡丹花 咱们做酒杯玫瑰 你看我们前段时间 你们做的好多花都用这个大号泡沫球 所以这个泡沫球 你们想经常做手工的话 你们就多买一点 下次我们交别的花的时候呢 你们就不用再去买那个泡沫球了哈 那么一半贴完之后呢贴这一半 玫瑰花渐变色断带不好看 失真了 渐变色断带哈 你们就不用渐变色嘛 就用这个纯色 这个花不适合用渐变色 用那个渐变色做出来 就没有那么仿真 就像我们淡地说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你们做这个花 你们就是最好要是渐变的话 用这种色去变 就这种的哈 就不要专门去买那个渐变色断带去变哈 那渐变色断带它第一个是贵 那是要那个要28块钱一卷 要是买这个五厘米的 这个的话 你们又买出来 这个断带你看才14块钱一卷 那成本又低哈 它做出来花又仿真 它渐变色就分你们做什么花 像那种渐变色断带的话 你们就可以做一些 睡莲啊 荷花呀 然后那些玉兰花呀 垃圾做出来是挺好看的哈 像做这个玫瑰的话就适合用这种断带哦 好像这样你看我们做完 做完之后呢把这个花板哈 好拉一拉 外翻翻出来哈 好这个花你们做完之后呢一定要用手这样去翻一翻 咱们要把这个外翻翻出来啊 好第一层你们就不要管它第一层它有没有外翻 没事哈 关键是第二层跟第三层要有外翻 像这样你看我们的一朵花就像我这样就完成了 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纯色哈 纯色的你看我们去看侧面哈 连这花板这些外翻都很好看 然后正面呢它也漂亮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了